那想請問一下您的就是小內閣的團隊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底定人事 如果大家有煮飯的經驗 這當中不能把鍋蓋一直掀開 一定是飯要煮好 甚至要等久一點 再把鍋蓋掀開飯才會像 想先請問一下蔣市長這邊 因為想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之前柯市長有說如果還沒有確認的話 在交接上面可能會比較有難度 那想請問一下您的就是小內閣的團隊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底定人事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剛才有說 柯市長會是您未來的市政顧問 請問是有正式的提出這個邀請嗎 那想請問一下兩位這個對於顧問這個部分 是不是事先有溝通過 那另外還想要問一下柯市長這邊 跨年晚會有確定會跟蔣市長這邊一起來過嗎 先回答比較容易回答問題 我跟你講喔 我每年跨年晚會 不是在家裡讀書 就在家裡睡覺 我要不是當市長根本就不會來 那只是我兒子才來參加 我怎麼會來參加那個 所以儘量不要找我 所以柯市長絕對是我在市政上面非常非常重要的顧問 他過去八年的經驗 絕對是對於未來我的團隊 我們在推動市政上面非常重要的助力 藉由他過去的經驗所提供的一些建議 還有他過去所面臨到問題如何解決 我想這些都絕對非常值得我來參考 所以非常希望柯市長可以 我市政上面永久的顧問 不好意思沒有答到就是說 這個小內閣的人士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底定 其實如果大家有煮飯的經驗喔 這當中不能把鍋蓋一直掀開 一定是飯要煮好 甚至要等久一點 再把鍋蓋掀開 飯才會香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再開放最後的兩題 中天的陳軒 想請問兩位市長 就是怎麼看現在民進黨的黑金爭議 不斷那黃成國也多次被點名 怎麼看這樣的黑文化介入政治呢 奇怪你為什麼老是問我民進黨的問題 你應該去問民進黨民進黨的問題 因為你過去跟民進黨很熟啊 那你為什麼不五年前問我 但因為現在這個事情一直發生 還是希望柯市長可以幫我們解答一下 阿華哥算了算了 人家說不要問我不想回答的問題好不好 我們來 接下來中式的 我想民進黨現在面對各方黑金的質疑 其實他們無力反駁 那也只是一再狡辯回避 我想民眾其實都看在眼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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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